資深媒體人周遇寇因為這個機事案件 他是批評市長說差點害佳麟破工 市長會覺得受到不平的對待嗎 這不是表示我們非常激情把他攔下來 這個要入境 我說除非台灣不跟世界來訪 主要世界來訪就要維持激情 我倒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很成功的攔截 我想請教有關於台北市兩個分讀不同國小的姐妹 他們家長確診的問題 那目前想要請教的就是說 他們這個小朋友大概是幾歲 還有就是預防性停課人數大概有多少 那另外這個小朋友接觸到其他的同學的部分有掌握嗎 剛才市長也有提到說好像是因為就讀才藝班的關係 所以分讀兩個不同的學校 那他們是不是還有參加其他的社團或補習班 安親班 客服班等等 這個我們有掌握嗎 還有是有請防疫假的學生嗎 謝謝 好 我想 我狀況就是剛剛市長已經說了 他媽媽是10月1號居家檢疫結束 然後回到家裡有跟孩子接觸 那在孩子有跟同學接觸 就是10月4號跟10月5號這兩天有上課 那目前為止我們昨天晚上接到中央的通報 那我們立刻就做了相關的預防性停課的程序 就是先停課一天 那等今天檢查的結果 那剛剛已經出爐的就是他們家人有四位 四位都是目前採檢是陰性 那機組的同事也有兩位 兩位目前採檢 他10月4號他們就採檢過是陰性 那今天的報告還沒出來 因為他在這段活動的時間有接觸到三個人 目前也都採檢了 報告還沒出來 那這兩位孩子 一個是二年級 一個是三年級 那在大安區的學校裡面 目前為止他的師生 包括他們課後班有接觸到的師生們 目前加起來是43位 另外文山區的小學是 包括他自己 然後社團 然後他有去參加課後班 那這些包括老師跟學生加起來是59位 另外在外面的補習班也有14位 目前這外面的這100多位都是列自主健康管理 那我們會每日的關懷 那接下來就是他現在這兩位孩子 他自己的孩子目前都是居家隔離 住在隔離的防疫旅館 那今天因為檢測出他的抗體 我們認為說他可能是新案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比較慎重 所以先做預防性的停課 那剛好也是國慶連假 所以我們在下個禮拜二才會恢復正常的校園 校園部分 今天已經做清消 那我們在下個禮拜 重新開的時候 我們也會再做清消 那重點是在於說 我們這一次的狀況 因為他媽媽顯然是從境外移入的這個新案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會視同Data來處理 我們會在接下來的這幾天特別來觀察 尤其是這兩位他的兒女 他的兩位女兒 那如果他們的狀況有所變化的話 我們會隨時把這些外面的部分 我們疫調其實今天都做完了 所以現在都會 這全部的師生 其實今天都在安排精準疫調 所以也都在做裁檢 我會不會再做裁檢